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我们兄弟联的论坛 在论坛上我们也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沟通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由我和沈涛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套视频教程里面的第一讲的内容 Linux系统简介 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技术之前 要先了解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它有什么特点 以及像Linux偷应用在哪些领域里面 以及我们会在这一节的最后 我和沈涛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学习Linux的一些心得和方法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讲 我们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四个内容 第一个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UNIX和Linux的发展历史 让我们对Linux包括我们提到的UNIX系统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个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Linux及很多的这样的 我们归属为开源软件 这样的一种软件形式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为什么在现在的IT行业 在现在的计算机领域里面用的比较多 第三个呢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Linux主要应用在哪些方向和领域里面 第四个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Linux一个学习的方法 那么首先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讲 UNIX和Linux的发展史 那么沈超老师可能听到这个教程的 很多的初学者 他们刚刚可能听到Linux这样的一个名词 对于UNIX呢就更加陌生了 那如果我们做一个比方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让 听这个教程的一些同学们 很通俗一懂的 先简单理解一下他们的关系呢 其实UNIX和Linux相比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用父子关系来进行比喻的话 还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UNIX是父亲 Linux是儿子 那么他们之间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当我们学习完这个Linux的教程之后 当我们想要再进一步学习UNIX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他们之间不管是文件系统 基本的命令和管理方式都非常类似非常类似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加利于以后学习 UNIX的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如果学习这套教程的同学们 学习我和沈超老师的这套Linux教程以后 以后在公司里面碰到UNIX 那么也可以很容易上手 不用再学别人的教程了 对 只要参考一些资料的话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轻易 好 那么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一节 UNIX和Linux的发展历史 提到UNIX的发展历史 那么应该说UNIX是一个相对来讲 在现在的主流系统里面 比较古老的一个分支 对 因为它60年代中期就已经诞生有一个雏形了 对 而这个我们后面提及的Linux是90年代初才有 而Windows大概是80年代 也就是说UNIX实际上 更加古老 更早 当年实际上是由三家科研机构和公司 共同来联合开发的一个计划演变而过来的 这三家公司都是鼎鼎大名 对 有一家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大学 叫麻省理工 有一个是非常出名的一家企业 叫通用电器机翼 还有一个是在国际上都非常文明的科研机构 叫贝尔实验室 三家联合开发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叫做Multics Multics Multics的意思是在英文当中 是大而复杂的意思 那么可想而知 当时这个系统 其实就是已经非常复杂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定位 叫Multics 这是不是这个项目最后 这个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Multics或者说 它大而复杂 确实是导致这个项目最终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项目管理 并不是非常完善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管理的时候 公司有CMMI这种项目管理认证 个人有PMP的认证 但是在当时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所以呢 那时候的项目管理其实非常非常弱 那么这几个原因都导致了 最后Multics这个项目最终失败 但是虽然呢 这个计划失败了 对 那么但是它对后面的影响啊 包括直接也导致了 UNIX系统的一个诞生 当时有一个参加了这个计划的一个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 叫肯汤姆森 肯汤姆森 那么这个兄弟啊 当年呢 在贝尔实验室啊 开发了一款游戏 看来也是一个游戏迷的 对 开发了一款游戏 大概名称啊 可以叫做宇宙大战之类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那么结果啊 他就在他们贝尔实验室的一个 DC当年的一个小型机 叫PDP-7上面 当时跑了一个系统还挺古老 叫VAX呢 运行了一款游戏 结果要发现了比较慢 这游戏根本就玩不了 这要是一般人呢 在电脑上面玩游戏比较慢 像沈超老师玩游戏比较慢 那一般咱们就 那我肯定就换个游戏不玩它 要不然就把它彻底删掉 可能就不玩或者删掉了 但是呢 这肯汤姆森这兄弟不是一般人 他居然想到分析区这个原因 这游戏为什么运行比较慢 最后他发现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最牛的就是人家决定 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操作系统诞生之后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UNIX的雏形 UNIX诞生之后 这个游戏终于可以非常非常流畅的运行了 那我们就一直在开玩笑的说 计算机技术当中最重要的发展动力 其实是游戏 游戏导致了我们技术的革新 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但确实有很多业内的一些技术 尤其是像一些平面设计3D 4D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可能呢是导致了一些这方面技术的革新 那当年肯汤姆森呢 开发这个系统最早呢 命名不是这个名字叫UNICS UNICS 这个UNI UNI呢是英文的小巧的意思 跟Munity是对应的 小耳精巧 所以这是呢 当时呢肯汤姆森在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 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 对 那么之后啊 因为在贝尔实验室啊 大家都读它UNIX 但是UNIX和UNICS 对 其实发音是一样的 对 最早也不知道谁签了个头 最后呢就把这个系统定名为叫UNIX 对 一直沿用至今 那么UNIX诞生之初啊 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快速的发展 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 因为当时呢 UNIX是肯汤姆森他所发明的 但是他是在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 而贝尔实验室当年又隶属于ATIT 对 这个ATIT啊 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 对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中国电信 那么它是主要的业务是电话和电报 所以并不包括这个软件产品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UNIX就非常尴尬 不能够作为软件产品 然后来在ATIT来经销售 那没有商业销售 所以呢ATIT呢 当时把它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对 但是在60年代末呀 这个在国际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促进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发展 好 明哥你在说美苏冷战吗 对呀 哦 是这样 美苏冷战啊 当时呢 他们在做这个军备竞赛 然后啊 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各个地方的工程师 他们搞了一个实验性的网络 这个网络我知道 是Uppernet 对 Uppernet是一个非常牛的项目 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后来Internet的诞生 不过呀 当时这个Uppernet呀有个问题 他用了一个协议叫NCP 我们全称叫Network Control Protocol 这个协议呀很慢 而且周期性的不稳定 对 那么最后这个项目呢 由美国官部接手以后 就是Uppernet呀 结果美国官部发现这个协议有这样的问题 就决定了资助开发一项新的协议 对 这个协议呢就是我们目前最为著名的协议 TCP IP协议 今天如果大家上Internet 谁都不敢说不用TCP IP 对 但是在当年的时候啊 TCP IP其实刚刚出现 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大众的认知和普及 对 所以美国官部就出面 那么和ATIT做了这样的一个约定 来把TCP IP协议捆绑在UNIX上面 来面向主要的群体是大学 发行这种非商业的许可 对 而在这个背景上 在70年代初又有一个计算机行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 这应该就是私议员的诞生 那么西语言的诞生是咱们的IT行业 一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对 这个呀 当时呢肯汤姆森有一个同事叫丹尼斯里奇 当时呢丹尼斯里奇根据有一个应该是叫B语言 对 然后开发出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级语言 就是西语言呢 在1971年的时候 对 我听说啊 当时这个丹尼斯里奇啊 是跟汤姆森一块打他的宇宙大战 发现呢 这个游戏显然还行 但是UNIX写的实在是有点差强人意 所以呢 他们决定共同开发一门更高级的语言 重新来改写UNIX 那么这门语言呢 就是西语言 所以我再说 游戏才是计算机这个发展的最主要的东西 但是这个肯汤姆森这小伙伴也是够厉害的了 对对对 所以当年呢 这个在70年代初 UNIX的诞生和西语言的诞生 是计算机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后来的操作系统 包括Windows和Linux 无不受到UNIX这个操作系统的影响 而且很多由它演变而来 而现在的编程语言 不管是PHP Java等等 无不受到西语言的影响 对 所以后来这哥俩呢 获得了一个计算机行业的一个非常高的奖项 叫做图灵奖 我们其实现在UNIX和Linux呢 都是用C语言写的 它的内核呢 都是用C语言写的 所以可见C语言的重要性 因为早期的时候是用汇编写的 对 那个东西效果就比较差 而且呢 可移植性变得非常差 比如说 在我的电脑里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用 只要换一个操作系统 它的CPU只要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系统就可能不能正常使用 那么C语言的诞生 那么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克服了一致性的这个障碍 可以在一个系统当中诞生之后 到另外一个系统 只要做一些非常纤维的更改 就可以完美的运行 没有问题 所以这位UNIX的发展 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 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 UNIX捆绑了TCPIP 这样一个联网的协议 捆绑了一个开发的环境 西语言 由这个美国国防部 来进行督促ATIT 来发行非商业的许可 所以非商业许可 就是象征性的付点钱 但是人家也不修复bug 也不提供一些商业服务的支持 不过 非常便宜 对 非常非常的便宜 而且到了大学以后呢 很多大学 其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 结果呢 由大学把这个技术 做了很多的一个开发变革 和流行的推广 其实到今天为止 很多新的技术都从大学走出来了 对对对 这直接促进了UNIX的一个普及和发展 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奇人物 肯汤姆森和丹尼斯里奇呢 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其实一直分不太清 哪个是哪个 这个左边的应该是肯汤姆森 右边的应该是丹尼斯里奇 我就发现 这个国外的这个计算机的 这个顶级工程师 发展到最后 就是两种形象 要不然就跟这两个这个大牛一样 你看基本上是这样不修蝙蝠 要不然就是跟咱们苹果的这个 乔布斯 对乔布斯一样 这样有一点限定 基本上是这样两个造型 那其实我们沈昭老师也是技术大牛的 也有这个非常光辉灿烂的一个形象的 哎呀我去 好吧 那么不过这个更像咱们中国版的高手的 那跟我这形象相比就强多了 我这个好像刚从监狱放出来没两周的 你这个一看就是世外高人呢 我说实话 这张照片其实批的比我本人帅的多 我觉得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UNIX有哪些主要的发行版本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里面 我特意标记了一下 这个硬件平台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它的一个CPU 对 CPU应该说是整个服务器系统里面 最核心的部件 对硬件里面最核心的部件 那么首先大家要有一个认识 那么在操作系统这个领域里面 不是只有Windows 对 同样在CPU这个领域里面 也不是只有Intel和AMD 对AMD的CPU 这可能是大家用的最多的CPU的 对 比如说呀这里面我们在图表上面 列出的第一个 这个IBM的 这家公司大家都很熟的 它的一个UNIX AIX 它是运行在这个硬件架构 叫做PowerPC 这是当年很牛的一款CPU 对 当时是由三家公司联合开发的 一家呢当然就是IBM 还有一家呢也非常牛 大家都很熟悉 叫苹果公司 还有一家叫摩托罗拉 那么这三家公司 联合开发的一款CPU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三个主流的UNIX系统 对 一个呢就是IBM的AIX 跑在PowerPC的架构上面 一个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公司 叫惠普 对 它的叫惠普UNIX 跑在Puricic的CPU芯片上面 那么它现在有的也跑在一款 叫Alpha的芯片上 那么原来呀有家公司叫康百 对 哇这个非常牛 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康百公司的 后来康百呢 这个实际上很曲折 相当于现在呢 已经成为惠普公司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支了 所以它当年也有一个CPU叫Alpha 这个现在其实也是惠普 有的服务器上在采用的一款CPU 对 还有一个呢叫SAN公司 那么它的一个UNIX叫Sloris 对 它使用的一款CPU芯片 现在叫Ultra Spark Sloris Spark芯片 那么也是在这个业内用的非常多的 这三支呢 是我所知道的 在国内可能比较容易见到的 主流的 对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UNIX系统 那么像沈超老师接触过 用到的国内比较多的 是哪些 在国内呢 可能IBM一家独大 那么IBM的这个服务器最多 那相应呢 它绑定的这个UNIX 它自带的AIX也是使用最广泛的 只是这些UNIX 对普通个人用户来讲 我们要想学习起来都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不能在我们台式机安装 这为什么安装不了呢 那么它是必须要在它自带的硬件平台上 才可以使用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上公司 上公司啊 大家可能感觉起来 没有上面这两家公司著名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 上公司的Java和上公司的Oracle 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产品 对的 现在上公司已经被Oracle收购了 好吧 对对对 那么上的Solaris呢 是可以在我们的VG平台上安装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个人用户 想要学习一下UNIX 那么Solaris是我们最容易接触 和最容易学习的操作系统 UNIX系统 也就是说 这也是为什么像AIX 惠普UNIX 那么不为很多人所知道 对一方面呢 可能是大家 没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到 对对 另外一方面呢 就算你想学习 你也很难创造这样的环境 你还得需要再买一台服务器 那一台服务器 最便宜的也得好几万块钱 这点土豪才能买 对对对 那么这里面呢 我在之前接触过的 像一些都是一些 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公司 才用得起这样的一些UNIX服务器 对对对 比如说我之前有合作过的 像前些年啊 北京气象局 他们用的都是IBM的AX 然后我曾经呢 给他们讲过课的中国电信 对 他们呢 中国电信用了很多的 当年啊 用了很多的惠普UNIX 这样 但是确实呢 在一些稍微小一点的公司 甚至是在大一点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也比较少见到一些UNIX的服务器 其实我们当时 我所在的公司 可能不算小公司 是专门做游戏运维的 这个公司不算小 但是我们也来不起UNIX 我们用的都是Linux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把Linux列到了UNIX的发行版本之中 对 这个沈超老师前面也说了 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副词关系 对对对对 那还有没有很多其他的一些UNIX的分支呢 当然 UNIX的分支非常多 比如说Linux其实也是UNIX的分支的一种 我们也把Linux叫做类UNIX操作系统 那么除了Linux之外呢 我们还有BSD这样的UNIX分支 那么BSD呢可能就是 BSD我这个我倒是知道了 BSD呢 这个原来有一所非常出名的这个学校 现在应该是叫伯克利大学 原来可能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对 那么所以呢 这个BSD的意思叫伯克利Software Distribution 所以大家以后再学Linux 只要在软件名称上面看到这三个字母BSD 那可能就是伯克利大学 他们所发布的一个软件包 是这样的吧 沈超老师 我们国内呢 现在可能就是新浪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使用了BSD的一个分支版本 叫做FreeBSD 这样一个UNIX 曾经有过 对 这也是我们目前最流行的这个BSD的一个UNIX分支 那像这个其实更不为人知的是像一些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MacOS 对 其实也都是由UNIX演变来 它的底层其实是UNIX 对对对 所以UNIX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分支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类UNIX操作系统 对 那么还是那句话 大家学完这套Linux视频教程 这些系统理论上来讲 我们都可以上手做简单的操作 而且一些管理理念等等都是一样的 跟UNIX都是非常相似的 对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新出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1 3 0 3 1 1 2 1 2 5 5 3 2 4 1 2 3 3